我不知道樹有樹齡 所以之後我越老 我就越懂了 以後就像一個人 你站到旁邊也要跟他講 我就直接把他殺走 我就整個上吐下謝 搞不定了 有一個年輕工作人員 就拿一個護身符 然後掛下去 信不信一掛下去 整個拼罐 最後吐出一口 全是黑色的 有一次我去拍一個 那個就是實境節目 然後我看到那邊有一個樹的 就一個樹的盆景 然後我覺得我旁邊站一棵樹不好看 我就自己叫人把它移開了 移開以後下面有好多的蚯蚓啊 什麼之類的 趕快把它掃掉弄乾淨 那個畫面一拍完 我整個不舒服 後來聽說那個樹已經在那個 老房子裡面 待了幾十年了 我要把它移開也沒跟他說 沒有拜 我就把它移開了 我不知道樹有樹齡 所以之後我越老我就越懂了 以後就像一個人 你站到旁邊也要跟他講一下 我直接把他殺走這樣 我就整個上吐下謝了 搞不定了 有一個年輕工作人 有一個拿一個護身符 你看起來護身符 不知道掛下去 信不信 一掛下去整個拼乾 拼乾最後吐出一口 全是黑色的 我前一天我就回家 我吃了什麼呀 什麼黑色的 墨魚也沒吃啊 我也有黑色的 全吐黑色的 吐完了 大的汗流完 整個虛軟 他們本來要把我帶去急診的 我整個虛軟完了 我就說 我好了 可以繼續拍的 冰冰姐真的還假的 我說問那個工作人員 你這是什麼護身符啊 因為帶很久 沒有字 字不見了 他說不知道耶 問我阿嬤 這個阿嬤給的 我說阿嬤你趕快問一下 他說阿嬤死了 我說哎呀 那怎麼辦 然後問你媽媽知不知道 一下子他告訴我說 這是玄天上帝的 所以這 為什麼今天來這拍 你知道嗎 玄天上帝的 就當天晚上 我不知道我沒拜過 玄天上帝 我要去哪裡拜 要媽祖廟就容易了 玄天上帝在哪裡 我就回到家之後 沐浴焚香 剛結束 有人叮叮 有一個人我認識的 他說冰冰姐 趕快開門 我帶玄天上帝的公主 要來拜訪你 驚嚇 玄天上帝 趕快開大門迎接 那個公主 就是這裡的公主 王美雲女士 她只是一個小廟 小鐵廟 小鐵廟 他說 哎呀冰冰姐啊 我就來進過的家門口 聽說這是你家 我們就進來拜訪一下 我說請問你家廟在哪裡 你現在帶我趕快去拜 他說現在時間完了 我就沒關係趕快去拜 這樣 沒多久他們也成立了大院 就是說 大家都是有願 就有力 就有力到 就把它完成 所以今天我想 既然這麼有緣分啊 我就把它完成 那她身材呢 有沒有 身材 我現在已經 不要留在戲裡面 她已經 已經減肥三公斤了 已經減肥了 其實 其實我本來蠻放鬆的 我現在是越來越緊張 因為這部戲裡面的 動作戲比我想像中的多很多 非常多 那 其實上次有聊到那個 詳情戲 欸 看劇感 也是有蠻豐富的東西 那我這次影片的角色 剛好是跟這個 全天上帝的同一天生物 對 所以我很感謝這個 緣分 那那個 冰冰姐私下 其實對我們要求 就蠻嚴格的 對不對 自然是疲風蠻緊張的 對 我希望能夠做到 做到最好